國民黨新竹市長候選人 林根仁大動作開記者會 質疑對象就是對手高鴻安 指控高鴻安疑似用理性男友 當人頭掛立法院助理名額 寄生國會 三例獨家掌握 林根仁提到的高鴻安男友 就是這名理性男子 輸著旁分頭打扮 乾淨俐落 跟高鴻安合照靠狠近 看起來關係匪淺 傳出兩人是在2018年認識 高鴻安被指控這位理性男子 就掛在他立法院的助理名額裡面 不過有人說很少在立法院 看到這位理性男子 反而是在地方行程上比較多 所以遭到質疑 是不是涉嫌诈領助理費 因為從林根仁秀出先前 在民眾黨自治的通訊錄來看 理性男子直稱是行政助理 但跟其他助理不同的是 只有他沒有分機 電話跟email 甚至跟高鴻安相同 至於立院最新國會助理名錄 完全沒這位理性男子 傳出他在其他大公司有正職 如今到底在高鴻安辦公室內 地位如此之高 是用立法院的助理 智慧男友的薪資 是否涉及公私不分私鄉授索 換人頭 是否涉及 詐領助理會 涉及貪污的罪行 檢口前高鴻安沒有回應 不過隨著他爭議連環報 如今又有疑似男友寄生國會醜聞 恐怕再次重錯高鴻安的選期 先是網站宏盛海中新聞報導